鸳鸯饭有炒饭底 首先用隔夜饭 然后用主菜和蛋炒饭 然后有两个不同的汁 鸳鸯的意思是一个白汁和一个红汁 白汁有酱油 即是鲜奶 然后有鱿鱼和虾 海鲜的部分是白汁 而红色的汁是蕃茄汁 主要有鸡肉 还有蕃茄酱 还有蕃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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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饭底有少少蛋才好吃 炒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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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加少少少油 加入这些炒鸡蛋 用这些炒鸡蛋 用这些轍出 hele籽 草鸡蛋 砂糖和粟米粒 加少許胡椒粉 加少許鹽 本身的粥米已經很甜,不用加糖 不需要盛得很久 這次再加多一點油 因為炒飯都蠻食油的 再加少許鹽 加入鮑鱔飯 鮑鱔飯比較好 因為鮑鱔飯比較乾 好過煮熟的飯 炒至少許鹽 加少許鹽 少許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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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狀 如果想汁的分界分得清楚 就要把石子 按在飯裡 否則 分得不清楚 煮了煙羊飯的飯底 開始煮了兩個不同的汁 一個是紅色的番茄汁 首先煮幾粒蒜頭 因為要爆香的雞肉 切蕃茄 切完蕃茄後 要切雞 我買這些 因為喜歡吃黑肉 所以就買些雞大腿 雞油切粒 這個雞大腿 已經是去皮 比較健康 要剩幾粒 大概4-5隻 雞大腿 就夠了 接著要醃些雞肉 少許鹽 因為煙羊飯的味道 全部都在這裡 糖 醬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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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胡椒粉 拌勻 然後拌勻 蒜頭 然後很快 就加些 蕃茄 然後加些雞肉 我們就加了 剛才我們有些 蕃茄醬 加些蕃茄醬 蕃茄醬 差不多熟了 你記得剛才 我們有些 蕃茄醬 蕃茄醬 就要加些 生粉 因為這個 會令到醬汁 是稠的 然後我們就加些水 然後我們倒了這個 蕃茄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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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它還是很水 但是等一會就會稠 稠稠 稠稠稠 再加上 這個 就是紅色的醬汁 等它煮 接著我們就做白醬汁 首先 我們要少少蒜頭 稍後要爆香的蝦 就更香 接著蝦 很漂亮 我們就 把它切粒 其實有點浪費 這麼大隻蝦 把它切粒 最好 其實就是 找些蝦人仔 就最好 蝦之外 有些魷魚 就變成海鮮的白汁 然後醃 然後 醃 胡椒粉 少少鹽 少少糖 這次不加醬油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醬汁是白醬汁 醬油黑黑黑的 當然沒有 加上去 所以 不加醬油 再加少少鹽 醬油 不停 拌勻 拌勻 如果想白醬汁 更美味 加牛油 更好吃 加少少鹽 加少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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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約是 白色的 加少鹽 紅色 就已經可以了 爆香 現在黃色的調味 加少鹽 海鮮很快熟,虾一转粉红色就已经熟 油鱼一转转就已经熟 接着我们要煮汁 这个汁是用乳酪来煮的 一半一半的乳酪 让它稠稠,其实没有什么 你的手法很简单,就是加一些生粉 让它融化,虾已经熟 加些煎乳酪 先加一半 再加一些汁 滚了就开始稠,就可以停手 你看,很稠 这个就是我们的白汁 我们先加白汁 因为白汁就比较容易控制 太极的形状就会很漂亮 这个位置,尖位就最难做 要小心点,加些汁 太极,还有两个圆圈 这个是点蒸的 这个是点蒸的 这个是在一个位置 就是那两个太极的圆圈 最重要的时刻 就是要拿出它的枝 看看太极的位置是如何 所以,等它冷一点 然后再慢慢地,很小心地拔出 这个是点蒸的 所以,等它冷一点